他乎家有神门厅 有拜拜 良家没有神门厅 没有拜神明 他良家的父亲 父亲 父亲的父亲生的父亲生病了 他就想在乎家神门厅 他有认经的时光 想来认经回向他的亲生爸爸 良家的爸爸 他有问乎家的神明 这样的回向 认经回向 有没有效用 有没有用 这个大夫 良家的神明家神都跟他说 你自己的义都没有遥 都没有还 还想去还给你的义 所以这样的回向 良家的父亲是没有用的 所以来问顾女 这样是真的吗 真的是讲这样子吗 顾女回答是这样子的 我们呢 马祖信徒顺路 已经讲了三百多起了 那顾女有讲到 如何为亲人来解这个生病的苦业 曾经有讲过 我们马祖信徒呢 那如果为我们的家人 亲人 来解这个病苦 这个你可以去参考 那你的家里的家神 良家的家神给你收 你认经回向 你自己意义都没有了 没有办法去帮助你良家的父亲 这次讲法以家神 良家的神明讲法的观点来讲 也没有错 问常常讲 很多事情有对前仪 也大家都有意见 正在各地的立场 自己看着看法当中 讲起来就对 可是齐不齐全 适不适宜 你护家的神明讲这个是对的 你已经嫁了这个护家 那这个护家还有很多业啊 还靠你去解结 你的业都还没有还掉 就在炼金就跑了消耐的 所以这边的神明家神 当然是没有用的 可是如果我们以修行 以打开新生公庙的神明 却有点确信 人数不合理